最初我们看到的是一列或一列车向咱们冲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疫情是一列子弹投列车 一夜之间美国的死亡病例超过2.5万 确诊总数超过了50万例 美国宣布全国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白宫首席传染病专家福西博士所说的那个拐点还未到来 而更多的社会问题已经出现 不过福西这个名字翻译的挺好 福西火之所福 福西博士表示他真心希望美国能在今年11月前真正达到稍微正常的水平 然而那些没有存款又不能工作 又没了收入来源的美国老百姓 一下子陷入了危机 根据美国公布的数据 首次申请失业纠结人数达328.3万人 创历史新高预期164万人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菲利普·阿尔斯顿统计 现在全美国有约4000万贫困人口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 美国的贫富不均情况 其实更接近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福利制度以及医保系统都很不完善 4月9日 圣安东尼奥启动了一项直达食品分发活动 当时预计为附近的上千户贫困家庭提供救助食品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第二不到半天 超过1万人开着车跑来排队 抢光了该组织手头的100万磅食品 数亿万计的汽车排成好多列 挤满了巨大的平原停车地 后面的车队沿着高速路蜿蜒而下 光是看镜头里的图像 我们甚至会误以为这是去年的委内瑞拉 随着视角拉得更远 你会发现 零救济者的车辆总数超越了想象力 这恐怕只是一群下的冰山一角 还记得我推荐过的那部美剧《无耻之徒》吗 讲述美国底层的生活 每当这家人在生活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 就会因为各种原因重新回到混乱 他们展现的生活虽不会饿死 但是你会觉得那是真正的悲哀 越穷越容易破产 美国的穷人和大部分的中产阶级 是连一个拍车也没拿到 马上就完蛋的那种 更不要说疫情想象 这种状况要持续半年 甚至一年 而且没有钱没有饭吃 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 你知道美国的凶杀率有多高吗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 美国的凶杀率 每10万人中4.88人被谋杀 在全球排名第59 甚至比阿尔巴尼亚 孟加拉国还要高 如果只看那些拥有超过20万居民 贫困率达到25%的美国城市 凶杀率上升到24.4 这些城市的情况 只比哥伦比亚25.6和巴西26.74好一点 那么疫情之下呢 大部分美国家庭会陷入一个痛苦不堪的境地 这是冠状病毒大流行造成了经济崩塌 美国的经济大崩溃还在后面 很多人习惯对比当年美国的次贷危机 不能恪求见啊 照方抓钥匙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们先回顾一下 当时美联储为了应对次贷危机 分两步走 第一步稳定金融 第二步刺激经济 次贷危机的起因是资产价格下跌 所以联储应对金融危机时 采取的第一步措施 就是买入资产 投资者不买入 政府就买入 另一个路径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 注入流动性 一方面美国在资产端 是资产价格止跌 另一方面在负债端 是金融机构免于被迫减少负债 同时政府通过增持股份 接管等方式 为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 另外美国对两房的接管 是从资本金入手的 在稳定了金融市场之后 开始刺激经济 美国的主要政策是QOE下降息 逻辑是这样的 美联储推行QOE的目的 主要是抬高资产价格 同时购入了大量的长期国债 国债价格上升 意味着国债收益率下降 美联储压低国债利率 把投资者 公众投资者的资金推向股市 股票价格上升 产生强力的财富效应 接老百姓通过各种各样的基金 购买了股票 其资产增值 进而增加消费 QOE导致股票价格飙升 后者通过财富效应 刺激了消费和投资 有效需求的增加 很快使美国走出经济危机 并维持了近10年的经济增长 但是这次跟08年的次贷危机不一样 当年美国只需要救助几个投行 几家大银行和保险公司就可以了 然而这次疫情是全球性公共危机 不是一两个行业 而是涉及全行业 疫情不解决 没有出拐点之前 都是洋洋纸费 美国次贷危机后的12年间 美国逐步面临股市泡沫 债务港杆 金融机构风险 社会撕裂四大风险 而且美国的十年牛市间 股市上涨的背后 离不开大公司的 推波助澜的回购 自2012年到2015年 SP500榜单上的公司 回购了4.37万亿美元的股票 股票回购抬高了股票价格 降低了市盈率 增加了分红 但实际利润可能根本没有增长 美国上市公司盈利的年复合 增长速度达到了11% 而企业的负荷利润增速仅为8% 两者之间3%的差距 是回购人为推高的 这也意味着美国上市公司的盈利中 大约有27% 是由回购行为所需增的固市泡沫 同实体经济增长脱节的股票价格暴涨 迟早会发生问题 疫情只是导火索 压倒美股的最后一根稻草 用金融手段来应对疫情 注定难以奏效 3月3日晚 美联储突然宣布 下掉基准利率50个基点 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给经济活动带来的风险 这是一次非常规降息 美联储提前降息 说明形势逼人 从历史上看美联储非常 美联储非常规降息 一般是危机发生的时间段内 我们可以看一下 美联储历史上非常规降息的时间点 1998年10月降息25点 2001年1月降息50点 2001年4月降息50点 2001年9月降息50点 2007年8月调降贴线利率50点 2008年1月降息75点 2008年10月降息50点 2020年3月降息50点 但是降息第二天 美股依然是跌跌不休 另外美国国债还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给大家普及一个基本常识 美国国债是避险天堂 一般情况下 当某种资产出了问题 资金就会逃离相应市场而进入国债市场 国债需求增多 价格会上升 收益率下降 但在这次受益情影响的美股大跌期间 美国国债价格不升反降 收益率不降反上升 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 说明货币市场的现金利益极度短缺 连国债都要抛售套现了 所以这次美联储估计重演 逻辑是一样的 降息加无底线引钞 于是美联储采取了核弹时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开启无限量无底线的引钞 甚至在3月24日 美联储还宣布正式开始不信量按需购买美债和MBS 并从本周开始 每天都将购买750亿美元的国债 和500亿美元的机构住房 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看明白了吧 这是应对次贷危机的那个逻辑 这次只不过加大了伎量的药方 08年次贷危机 美联储用了一年的时间逐步实施 然而这次不到一个月 不知道药性会不会太猛 副作用有多大 美国金融市场的血崩 疫情只是当火索 根源是货币长期超发的经济和社会的脆弱性 总之该来的迟早会来 12年过去了 美国依靠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 导致资产价格泡沫 债务杠杆上升 居民财富 居民财富差距拉大 我们看两组数据 一国际金融协会全球债务报告 截至一月 全球债务涨值历史新高 250万亿美元 二美国财政部数据 截至3月24日 美国联邦政务总额 已经上涨至23.6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 美国债务占到全球债务总量的9.5%左右 如果美元不是国际货币 早就完蛋了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美国债务占GDP的负债率 已经处于约106%的高风险值上 如果在无限量引钞 来吃世界和刺激经济 意味着美国财政会走向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就意味着美元会慢慢减少其市场份额 但这并不是说 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角色 滑落会在一夜之间发生 而是一个缓慢而稳定的过程 欧元人民币都会逐步起占美元的份额 说着说着就来了 4月8日 德国外交部宣布 确认与伊朗达成手笔 Inset机制下的交易 什么是Inset 即贸易往来支持工具 即美国政府2018年5月 单方面退出伊核协定 并重启对伊朗一系列制裁 禁运后 欧洲多个国家建立了一套结算机制 创立Inset就是为绕过美国 绕过美元结算 这一机制通过创立虚拟账本 对参与国与伊朗间贸易进行余额抵消 从而绕过美国针对伊朗所设立的金融制裁 确保欧洲各国和伊朗间最基本的双门交易 可以在不受擒肘的情况下正常进行 最初倡导并加入这项机制的是德国法国和英国 成立时间是2009年1月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贝尔西街139号 当年11月 比利时 丹麦 芬兰 荷兰 挪威 瑞典 6个国家加入Inset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格尔尔吉耶瓦认为 由于新冠疫情淫丧 全球所有国家将面临百年来最严重经济危机 全球经济发展在2020年会出现滑坡 我们预计这将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最糟糕的一段时期 不仅如此 美国更是会在川普的单脸下逐渐走下坡路 美国有多少游说机构 有多少利益集团 表面上光鲜华丽 背地里也有金油 几只袍子里都是跳扫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在2月27号提前通知自己的金主 新冠疫情严重 并抛售个人股票 这就是灯塔国的公开透明 连接自律 规范的金融市场吗 政客站在台前 资本和金主站在背后 无论台前人物怎么变 后台还是一样的 站在前面的怎么蹦达 也不过是个假春雨 背后不可触动的是假家 最后说个轻松点的 据说美国智库正在研究对华政策 核心一提示 有可能在中国建成资本主义吗 结果遭到很多议员的反对 开玩笑呢 那样的话 我们去拿买口罩 中国历史上摔大跟头 高市英文头脑发昏 一直都说 天朝不怕危急 就怕自己作